妈妈今天中午吃什么 今天中午吃粥笔火锅 好期待哦 这期您将解锁一份 顺德老师傅教的 粥笔火锅做法 不收藏 下次就找不到 这是什么蟹 我学多才的哥哥 姐姐们告诉他一下 考考大家蟹 拿四个部位不能吃 蟹肠 蟹腮 蟹味 蟹心 蟹黄后面有大作用 这摆盘不打个分 像咱们这种是海鲜如命的鲜肉 带到机会吃海鲜那不等 一次吃个爽 但是我感觉好单调 蟹味没有山珍陪着好孤独 松茸两百零八一斤好混 山珍没有牛牛陪着 感觉也好孤独 主角来了 大米加花生油 直接冷冻一碗 不用解冻直接加水 小火煮至棉筹 再稍微加一点纯净水搅匀 大米捞出来后面 煮先掉眉毛的粥 刚才的蟹壳和姜丝加进去 你就能得到一波 掀掉眉毛的五米粥了 隔壁不知道地以为 我再用电钻做法 三款百年周底火锅店 同款蘸料配方 给你们放这里 吃的辣袋 一定要尝试像这个 这个是本期南无万有的醋底 吃饭前还要扶导一会小小的 你吃吃都早了 我们安全了 哦 这是一个情景大肉 那你知道什么 就这样了 留个问题给各位姨姨们 想起来又开始和爸爸撒娇了 我都吃都饿了 要不我们先吃饭 吃 我把生蚝都下了哦 好的 下菜的顺序也有讲究 我觉得整天凹不得委屈 今天晚上是喂大猪和小猪的时候 给容哥搞个生蚝碗 你们吃生蚝也是一口一个吗 我还没拿饮料 拿妈咪饮料啦 周末快乐 小鞋松 干杯 这两天就是吃松茸的季节 云南的朋友们 你们那边松茸多少钱一斤啊 好好吃哦 好脆脆的 香香肉是不是 对 葱的香味也很酷 酷 用不透 给你吃那个鱼鱼鱼鱼 嗯 太香了 那我做事 帮我咬咬咬锅 没关系 我的柚子醋叠也是很美的 嗯 哇 这个醋叠一种 哇 满头 和妈妈来做今天最精彩的一步吧 有张嘴所有的精华 都在这碗中里 这个是竹鱼鱼 蟹黄和米粒压咒出场了 这才是周底火锅最后的灵魂 切到眉毛掉下来 看小小这反应 这东西真的好美味 真好吃 对不起 我一个四川人 真的好爱周底火锅 剩下的明天还能吃一顿